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5月12上午上海市第一中院一审判处吴小辉有期徒刑18年 剥夺政治权利4年并没收财产人民币105亿元 就吴小辉案件进行影响 我们连线专访自由至上主义学者下一两教授 下面有请夏教授 夏教授您如何评价吴小辉被判处18年徒刑 并没收财产这一判决结果 首先我想吴小辉他虽然说起来是皇亲国旗 已经是过气了的皇亲国旗 因为邓小平当年在世的时候诠释很大 但是后来邓小平97年就去世了 所以吴小辉后来还有一些余英 就是作为邓小平的外孙女婿 他可以在中国获得相当的资源 而且有一定的后台靠山 但是后来他跟外孙女离婚了 所以他也不算是邓家的人了 那么这个时候对他进行处置 有的人说对红二代或者是这种有权势的家庭 也开始动刀了 但实际上并没有动其筋骨 只是伤一点疲弱而已 可能甚至有的时候连疲弱都算不上 那么看吴小辉这个人 他的发家史很奇特 靠婚姻联姻的这种关系找靠山 比如说他第一章婚姻 就是在跟浙江当地的一个 县市级的领导女儿结婚 等到第二次婚姻 又跟浙江省的副省长女儿结婚 所以等到第三次 就是找了邓小平的孙女去 孙女来结婚 所以这个做法就是一种三极跳 就是靠着权势 但是他的这个发家史也说明了 中国的这样一个制度现状 这个社会背景就是这样一个背景 官商勾结 权钱交易 如果没有这种红顶 没有这种官方的靠山背景 一个商人很难在中国 完全凭着自己个人的材质 在市场中竞争中 能够发展成特别大的企业 就连这个现在在国内 经常被人提及的 在国际上也相当有名的 无论是马云 王健林 这个许许多多的所谓企业精英 那么这些企业精英 如果不跟权贵结合 没有官方做背景的话 都很难真正在中国立足 所以这一方面是他个人的悲剧 就吴小辉被判18年 看起来好像是个人的一个不幸 但另一方面来讲的话 又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在中国就是这样的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有的时候可以突然一夜暴富 鸡犬升天 又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切都丧失了 成为阶下囚 所以这一点也告诫中国人 不要再去模仿那种短暂的成功 那种眼前的成功 一定要做诚实的正直的人 同时要真正为这个社会 创造财富和创造价值 这种价值应该是能够永久 留存下来的 而不是那种穷凶极恶的 一夜暴富性的 奢侈性的这种暴富 下个时候我们谈中共的反腐 我们一直在说它是一种选择性的反腐 但是吴小辉尽管他可能跟 邓小平的外甥女可能已经离婚了 但是他身上毕竟还带着邓家的光环 那么是否意味着习近平不再顾忌 红二代或者红色家族了呢 对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红二代 如果在台上有权势的时候 是一回事 当这个自己的父辈早已死去 失去了权势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你像不光是这个吴小辉了 还有陈毅的儿子陈小鲁 虽然安邦那个事件查处的时候 也对他进行了个人的调查 也并没有把他怎么样 但是呢就那样的对他就形成了精神压力 据说陈小鲁的死是跟这个调查有关系 那就可以看出这个陈毅早就去世了 对吧 所以呢 作为失去权势多年的这个红二代来讲的话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护身法宝 所以习近平呢 在进行运动式的选择式的反腐过程中呢 他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根据政治方面的考量去进行取舍 所以呢我想他对现在还有一定这个余威的老虎 大老虎 比如说像这个江泽民啊 李鹏啊 曾庆红啊 这些人他还是没有动 不但没有动 而且他们的子女还得到了继续的保护提升 像李鹏的儿子李小鹏 当交通部长 而且还是神器活现 李小林因为太张扬了 所以呢被免了职之后 现在收敛一点 但是他们的问题 他们的这种严重的公开的腐败 都没有进行认真的查处 那么像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在澳大利亚拥有的房产 以前在国内封锁太白狼 把国有资产大量的这个占为己有 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 包括江泽民的儿子 过去对中国移动啊 对中国的这个网络安全工程啊 金顿工程以及许许多多的项目都有染指 也就是说江家所占有的财富是惊人的 包括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 也是这个阿里巴巴以及王健林的这个大股东之一 所以这些权贵之间的这种关系 据说还是海航的一个重要的股东 也有江志成 所以海航呢根本不是像公文会爆料那样的 说是王岐山一个个人家族 或者姚依林个人家族 而是中共权贵 若干个权贵家庭所共同拥有的 这一点我在一开始 从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 在自由阿兹电台所做的分析 到今天一年多 我并没有任何的改口 但是有些人就造谣说我这个说法改变 我从来没有这个改变过 所以如果大家还有疑问的话 可以查一下 一年前我在自由亚洲电台 对这个海航财产的构成是怎么来分析 包括我在博文社也做了相应的分析 也是可以查得到的 现在说吴小辉落马以后 我们发现有一个现象 就是大连的万达 万达集团和海航都纷纷在抛售财产还债务 您如何看待这一寒蝉效应 现在的一个情况就是 企业家在中国都没有安全感 一方面他们难以把资产向海外自由的转移 按道理来说一个企业家 他应该拥有资本自由的 尤其是资本流动的资源 他选择在国内投资 还是在海外投资 都是他个人的权利 但是现在中国政府经常是强行的进行干预 所以他们的资本不能随便转移到国外去投资 另外他们在国内的资产 也经常会受到这样的一种压力 如果他们要是不变现的话 将来他们的资产无论有多么的庞大 都有可能被官方以某个罪名来剥夺他所有的资产 所以现在他们其实都在想办法能够缩减自己的持股比例 把很多的股份变为现金 甚至有办法的话尽量转移到海外 所谓40年的改革 中国的投资环境市场环境 不但没有进一步的开放 进一步的扩大 反而是在倒退 市场化的前景非常的暗淡 而这个一步一步的退下文革和毛泽东时代 现在这个计划回归的色彩非常的浓 市场经济已经失去了它基本的功能 所以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可言 即便是过去搞了十几二十年的 那个所谓的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也只是准市场经济 也就是部分的采用了市场经济的机制 所以现在美国、日本、欧盟三大经济体 已经相继宣布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 而且美国跟中国进行的这场贸易战 关键就是要让自由贸易建立在公平贸易的基础之上 而不是有些人批评美国所谓的重商主义 或者贸易保护主义 这个说法完全是不了解真实的状况 所以我想美国这次下决心打这样一场贸易战 不能说美国自己没有损失 但是美国人愿意付出这个代价 宁肯让中低收入阶层减少消费者剩余 宁肯让美国在税收中获得了一些经济损失 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你减少跟中国的贸易网癌 可能美国在有些方面会减少损失 但另外一方面可能会增加损失 但是川普做过一个简单的测算 说美国如果保持跟中国贸易现状的话 美国每一年损失的金额大约是8000亿美元 那如果要是不进行这样的贸易 而要改变贸易格局的话 可能短期内会减少 从长远来看 贸易方面的好处会更多 而且美国可以调整自己的对外贸易的依赖度 可以更多的把一些制造业的工厂搬回美国来生产 所以也可以鼓励其他的一些低收入 低成本的国家到美国来参与投资建厂等等 所以这些做措施我们现在来看总的来讲是好的 因为美国的宏观数字包括失业率持续下降 下降到3.9%左右 还可以继续下降 那么从经济增长率来讲的话 虽然速度不是很快 但是在美国以往的历史中 能够保持1%到2%的经济增长率 在好的情况下达到3%4% 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业绩了 所以我觉得目前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压力 已经显现出一种疲于奔命 力不从心的状态 比如说刘鹤准备第二次来华盛顿 因为上一次在两会召开之前 他匆忙的赶到华盛顿 但那次川普给他玩了一个闭门跟 根本就没有见他 这次又打算来进行第二轮的谈判 因为上次美国派出的那种高层的代表团 没有得到实质性的结果 就返回来 紧接着刘鹤现在过来 要准备进行第二轮的谈判 但是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10号宣布访问可能要推迟 因为美国不希望在没有获得这种明显的 比如说中国没有表明这种态度和立场 没有明显的诚意的情况下 就再进一步的撮谈 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这一定是说中国方面首先要退让 要拿出一定的让步 这有可能让中美双方高层 再继续为这个问题进行交谈 所以我觉得这又是第二个闭门根 所以刘鹤本来是打算最近几天过来的 但是现在看来是不得不延迟 延迟到什么时候不知道 我们谈到吴小辉 我就想到一个人 那就是肖建华 肖建华去年一月份 他是被中共警方从香港的四级酒店 秘密带回来北京 但是他一直阴性皆无 那么是否意味着 他也即将被审判 或者你认为他的未来会是怎样的呢 因为我们知道肖建华的身份非常的特殊 他是著名的白手套 他自己本人不是权贵家庭出身 但是他是北大从学生会 一直在盘中央 在学生会都获得了相当的认可 也就是说他有相当的资源 后来被中央看中 成为一些高级领导人能够信任的 把个人的家族的资产交给他打理 所以越搞越大 他的明天系集团 应该说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就聚集了庞大的资金 这个庞大的资金的来源非常的神秘 那么他突然被从香港带走 这是他自己本人都没有预料到的 他虽然有一点不安全感 原来的想法就是在香港再继续处理一些事物 处理完以后再离开香港 但是没想到那么快就被中共绑架回国 那么现在他的前景看来是令人堪忧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的事太多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潜规则 就是说对中共高层的事情内幕 你了解的越多也就越危险 那么肖建华知道那么多权贵家庭的一些秘密 所以他到底能不能活着走出监狱 是一个谜 我们知道可能中共也会 毕竟已经关了一年多了 所以也可能会搞一次审判 但是审判判他十几年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这个东西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能不能活着走出监狱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现在在监狱里面 都是被病死 被病死的话 那可以按上很多的甘来 什么各种各样的癌症 一个很好的健康的人 从来没有病的人 到监狱里面过几年 他就可以以各种名目让你病死 所以像肖建华这样的人 如果没有特别强大的政治势力 来研究他的话 我估计凶多吉少 通过夏宜良教授的分析 我们了解到 吴小辉被判刑 既有其违法犯罪的事实 也有中共控制金融风险 警告权贵集团的需要 吴小辉的落马表明 中共正在加强对民企的控制 在依法治国的旗号下 任何危及中共执政安全的人和企业 都会人才两空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夏宜良教授